新年第四章第十三節 你要保守你的心性的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说到这里我相信有一个字眼和问题 因为常常都会导致骄傲的人或跌倒的人 会接受不了 这个概念我相信在这么多年当中 字女行间常常都会出现在我分享当中 所以我觉得今次 说到关于我的心境和当时 因为我以自传说 我理解别人他有什么心法去行他的信仰 但是我现在是说我自己的心法 所以我觉得也是时候跟大家在这里分享 因为我觉得这个心法在很多人来说 他不会看这个是一个圣洁自首的 他觉得是骄傲来的 例如举个实际的例子 这些标准很多时候都会在我字女行间当中表达出来 而一些骄傲的人通常都会接受不了 而最主要是落地狱的人都会接受不了 就是我所说的高标准 对自己的高标准 他看为这种是叫骄傲 为什么呢 举个实际的例子 比如说在上两两篇 我们在《啟朔旁》当中 我都说到之前接触这些 苏永智在我们当中的一些全职 真的还改了个番名叫苏若智 这个我觉得也很贴切 我自己觉得 因为这个人我所认识他那种做事 我当年对他也认识了 所以马国栋他们就改为猛搞事 我觉得这个也很贴切 因为中文也有一个概念 很多时候你的名字或者改错 但是你的花名很多时候都不是改错的 好了 但言归正传 我提到这群人 我说到在遇到他们的时候 我自己所认为的就是 他们九成都是上不到天堂的 我相信很多人一听的时候 会觉得打他突 又说你一定很骄傲 但是 只不过很明显就是这些人 没有想到这个是我捍违的 给我自己的标准 为什么呢 特影子妹 我又用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给你理解一下 那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说 而实际上 我是一个这样的牧师 原因就是因为我这样相信 如果我觉得 OK 如果我真心的 觉得他们做得对 觉得他们 是一百分 顶呱呱呱的 好牧师 那我何许 我一定会下滑他们 我一定会下滑他们 对不对 他们差我才不学 如果他们 我真心的觉得 他们一百分 上到天堂 那我一定会学他的 就是说 每个礼拜说回同一篇道 不断借钱去建堂 出去搭肩 你明不明白我说什么 就是说 有些人说 你这么说你真是骄傲 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想过 这是我自己的标准 就是我给自己侍奉的标准 我就是因为我用这个标准 而我完全没有说谎 我只是觉得这些不好 所以我不敢做 我才会在整天带领下 我不能做两面人 就是在你面前 或者在其他人面前 我怕得罪他 所以我说这些百分之百好 但是私底下我觉得他差 那我就违反我自己教你所说 就是我自己欺握了自己的心 我在你面前 说到懒个谦卑 但是私底下 根本都不相信自己说的 但是接受他们这种做 说他们做得对 不是等于谦卑 这个叫做是非不分 如果我觉得他是对 我一定在过去多年当中 我做尽他们做的事情 比如我会在别人面前 搬弄是非 我去知道别人的底势 然后我扮专家 然后就说别人是异端 邪教 总之我就要排除耳机 如果我觉得他上到天堂 百分之百对 我一定照他这样做 但是我是一个非基督徒的时候 尚且都不会做他们做的事情 是不是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 我觉得这个都还未是核心 不单止 我觉得他这些平信徒 我身为平信徒的时候 尚且都不会做他们做的事情 因为我知道这种是违背良心的 如果我以前来说 那个标准 但是那时候我只是说平信徒 在雅各书 其实我发觉到现时 我所认识的牧师 尤其是摆架子 或者所谓字形 大牧师 通常都一定有 十个就有九个一定有这个问题 每次我跟你谈的时候 我都会尽量以晚辈的身份来谈 但我发觉他一定是有这个问题的 而这个问题如果他们不解决的话 就如我所说 就算现在可能Hugo来问我 虽然他以前是敬拜会的负责人 同时又是这个Fugosho Businessman 全备商人风音团契的负责人 又上过电视做节目 如果他问我 你是不是真的说我九成上不了天堂 我会说是 再我认为你的信仰是九成上不了天堂 我不理人告诉他也好 或者他自己问我也好 苏盈智那些如果问我 我都说你九成以上上不了天堂 马各洞问我的时候 我都说你九成以上上不了天堂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觉 有一点我自己身为牧师 我自己一定要有这个觉悟 OK 当然他们没有这个觉悟 但我有个觉悟就是什么呢 就是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三节 因为如果我不以这个觉悟的话 我就只能够做他们那种级数的牧师 成为你的牧师 OK 很多人就希望 有日华这种教导 等等 但你又要学其他人 但我不能够说 有这样的教导 但又像别人这么卑污 我又不能够有这样的教导 有这样的神的同在 然后我又要这么妥协 我要真心真意相信那样东西是对 或者真心真意相信那样东西是错 我才会做还是不做的 我是真心真意相信那些牧师所做的事是错 我才会在商氧水事件当中 我会站在那里 清楚说这个就是我的宗旨 这个就是我所研究 甚至我想去读这个治疗法学位 我想去拿这些医师的牌照 我就是因为相信这些我才这样做 是不是 如果我觉得他那时候是对的话 我根本就一定会站出来说 我要说大话 我告诉你商氧水不能用的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不能够做两面人 如果我当时是这样做的话 事实上因为我觉得他们是错的 而他错到那个阶段 我觉得他们九成 或者九成以上是上不了天堂 所以我不敢走他们的路 因为我觉得他们绝对是上了天堂 而敢走这样的路也可以 我一定当年就会这样做 OK 但会怎样呢 那肯定啦 我跟他们学的话 我讲到不会比他们 也不会有那种恩赐 也不会有那种同在 那你基本上就回他们教会 好好回我们教会 反正我也要跟他们学 是不是 跟他们来偷师 是不是 因为呢 其实我发觉很多这些牧者 他有这个问题 但是问题 我相信这节经文是真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 我的弟兄们 不要多人作师傅 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你见不见 这里讲到就是 原来我们做师傅的话 我们受更重的判断 好了 原来 在我们一直讲了 这整个星期 我们讲到关于神的话 关于我们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要留意这个program 但原来在这个原则当中 在标准上面 如果我们做教人的话 我们就更加要严格 这个就是我一向就用这么严格的标准 去要求我自己 我自己觉得那人对的话 我会心悦诚服地去学他 我不学 和我倒绝 我自己不做 我是因为真真正正相信 那件事是错 并且甚至那件事是狼地獄 真言第四章第二十三节 你要保守你的心 性的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跳下来 会想一终 玩下去 诱一下 写着三节 乱念 语言 成事意切 并掀出方向 藏义画分享 鸣耀亮光 闪耀在身上 宁我披大着基督的指 dém 在世上 遥显荣耀 形象 我要兴起忠心分享 全为发放上帝光亮 来陈述福音 今将我生命 岁月月气力情伤 怀着意别勇气宣扬 全力奋勇见证 我主的天国 期望都不负负悲伤 全让我神永光国度天润